在这个地方呢 我是不是用的是这个东西 那肯定不对 我们要这次下面的什么 那什么info里面电报对吧 OK啊 那这时候我们再次来干嘛呀 啊 刷新一下 首先我们保证 这里的数据是不是对的 这里什么数据对的 那这些数据是不是都是对的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点击 它就要发送什么 什么就提交也可以啊 我做提交是没有 但是我现在提交 不是说不可以啊 提交也是可以的啊 但是提交的话 如果说我不做阿甲克斯提交的话 那真理的话 我们就需要做什么操作 什么是一个message的 那么message的 它会处理到哪 是不是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这边写上一个叫做修改 是吧 处理吧 哎 什么修改处理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先不说别的 我们先干嘛呀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干嘛呀 是不是后续的数据啊 来我们这时候来刷新一次啊 然后呢我在这个地方来输入个AABBB 是不是就行了 当然我这个地方输入11啊 OK 我这时候一点提交 OK 大家发现了没有 有没有过来 有没有过来 是不是提交了 第二个 这里呢 我就没有用阿甲克斯 我们其实是不是很简单 就是做好 是不是很简单 当然要乱闹上 那我这个这么简单 肯定没有 难度迅速 我们适合是什么 是吧 阿甲克斯啊 明白啊 我这样做其实已经就做好了 懂我的意思吗 只不过说干嘛呀 我们非要干嘛呀 非要用阿甲克斯 所以说明白 是吧 那么用阿甲克斯呢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写一个什么 叫on-saba-meet return一个什么 当然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不要什么 既然我们用阿甲克斯 我们也不需要写这些东西 大家来看啊 我们在这干嘛呀 把它给成 可以吧 我在这个地方 以后需要取消默认实践啊 在这个地方呢 后悔进啊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写上一个什么 click 大家有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todo什么post 那这时候 大家看好 我是不是点击它 就会发送一个叫做todopost 那这时候 大家看着啊 我们首先会在哪个地方呢呀 是不是就会在这个地方来 出发一个叫做什么 我们的方法呀 是不是啊 那这个方法当中 我们 是不是就可以 得到什么东西呢 咱们在这个地方来 console.no 我们来得到 this.info ok啊 那这时候呢 大家在这个地方来干嘛 后退一下啊 后退一下 我这时候刷心思啊 一点问题没有 是不是一点问题没有 我打111 然后呢 我点击什么 提交 这时候大家看好 有没有得到是吧 哎 这次东西我们是不是都得到了 大家能看到吗 看好 这个地方不是得到了吗 能看到吗 可以吧 哎 也就说说白了 我们这地方的信息 我们是不是该有的 全都已经干嘛呀 是不是获取到了 那获取到了这个信息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干什么 干什么事情 我们是不是update一下 是不是就得了 是不是可以啊 但是我们现在不要着急 这样去做啊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这样去做 我们家来干什么呀 我们家来要知道 我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我除了这种获取 我能不能换成其他方式 叫做出这种换取呢 我们再来一个啊 叫做我这样 我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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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已经成功了 叫做我们正常工作的话 肯定就这样 就会去 就完事了 就成功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 我们不正常 哎 我们就喜欢一个 给一些什么 不一样的 对吧 六一个什么 叫 分我们再 是不是上午的时候说了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加一个什么东西呢 加一个名字 那这个的名字是什么名字呢 我在这个地方起个rd名字 啊 叫fm 我这样就能跟上吧 可以吧 那当然 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千万不要直接写啊 你要写document的点 什么 query select ok 那当然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为了知道我们的话 因为我们在vue当中 所以说 我们就不要这样去做了 我们干嘛呀 可以吧 在vue当中 是不是有这个普通箱 那下来 那这个东西 我们怎么去做呀 是不是叫做什么 zs.hrefs 是吧 再点上一个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写完了 那这是console 是吧 可以吧 这得到的是什么 这得到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这个表单的对象啊 表单的DOM对象 咱们是不是应该准确的说 是不是就这个东西啊 那咱们干嘛呀 我在这个地方检查一下 大家看啊 是不是表单的DOM对象 ok 那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放在这个什么form data 能跟上吗 那form data的话 咱们干嘛呀 咱们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得到了form data 得到form data以后啊 接下来干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 稍微是不是想到这个 破东西啊 FETCH ok 那当然我们这个地方 我就想到了什么东西 是不是也是这个东西 ok 那这时候干嘛呀 let it 代入一个什么 avit 然后我们叫做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第一个 是不是URL地址啊 那这个URL地址 咱们得到了 这是不是就得到了 这能跟上吗 那后面的话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 我们所谓的taswa 那这个地方我们说 这个都不用讲 那是不是put的 ok 那接下来 你还要有个东西 还有个什么东西啊 因为你这个东西 是不是一个head啊 所以说我们这时候 taswa 老师这时候 绝对就不会写错了啊 CSRF 又写反了 又写反了 写没写反 写反了 CSRF 刚才牛逼吹了啊 是吧 就不会再写错啊 那这时候打年打的 就这么快 ok 那这时候是没成功了 那这成功以后 大家看 我在这个地方干嘛呀 再来一个let 然后来一个jason 再一个什么avit 然后来一个it 什么jason 那这时候我们是没成功 那这时候我们console 什么dlog 然后 然后什么jason啊 ok 大家看上我那个节奏 那首先咱们在这个地方来 我就不什么 不这样去做了 我怎么去做 Ctrl X 有什么干嘛呀 什么输出什么 可以吗 那接下来我们首先 二号部说 我看一下 我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给它传过去 好吧 那这时候呢 我在哪 在这个地方来 我点他一下 有没有发起 有没有年本 ok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发现干嘛呀 我没有传数据 是不是能看到 不是没有传数据吗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 就要来传一个数据 叫mody 等于哪个呢 fondate ok 那这时候 我是把fondate寫过去了 那这时候 我再次干嘛呀 刷新一次 然后呢 我输入一个1 是不是好多1啊 当然这个地方我就不换了啊 然后呢 我一点 还是200吧 然后呢 我着重看了 看这个地方是不是似乎干嘛呀 是不是没有数据啊 怎么了 没有啊 怎么了 我拿你去送了吗 对啊 放在那 没错呀 我不是传过去吗 传过去以后 然后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有没有数据 我是不是把数据 有没有传过去 同学们 我数据是不是已经传过去了 哎 这个数据肯定是干嘛呀 我这个数据 是不是放在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已经传过去了 哎 我已经传过去了 只不过说干嘛呀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东西 问题 我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来似乎干嘛呀 是没有接触到的感觉啊 那这是怎么办 哎 这时候我们用一个什么 我再一次来用啊 啊 那这时候呢 我只不换这种方案 这时候呢 我再来打印一下 然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来 天后长 我们刚才 是不是一点 大家来看好 在这个地方来 我们看哪里 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数据吧 啊 有数据 只不过说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来干嘛呀 我们看返回值 这个地方都是什么 是不是都是空档 那就到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应该想想一想 那大概是哪里出了问题 就是说我这个地方 肯定是值 肯定是转过去 能看到吗 我这边那值肯定是什么 是不是转过去了 但是我似乎好像 没有在这个地方得到这个值 那这时候怎么办 真的 这时候咱们干嘛呀 咱们第一种方案 我可以打开它 然后来找到谁 我们找到一个东西 叫做Post OK 那么我找Post的啊 找Post的 我们找哪一个来 找到这个地方 我们找这个地方 我们要写的就是 不是这个东西 能跟着我意思吧 我们要找到那个 表单提交的那个 就是很长的那一个 那个图信息 我还有点是吧 Content Type Content Type 这个地方还真没有干嘛呀 我在这个地方干嘛呀 这个地方的话是不是Post的 Post啊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的重点呢 问题现在在哪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呢 我能不能找到一个那个输出的那个叫做 我们输出表单那个 不是Jason的那个 就是那个很长的那个 不不算文件的那个 我们不算文件的那个 我们去算个普通的就行了啊 那那个我们来 那那个 content的什么 什么Type OK Content Type当中 我们那个什么 就这样的写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肯定就能找到 我们不要这个啊 我们就要的那个 哎 就是这个东西 我不就要普通的就行了吗 我没有文件上传啊 我不需要文件上传啊 大家能看到吗 我说不需要文件上传 Content什么 什么Type OK啊 那么这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现在给大家明确告诉他 我是这个东西 我再次来看一下啊 刷 这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 然后呢 我一点 首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干嘛呀 该得到的信息 是不是已经有了 哎 OK啊 那下来我们看这里 有没有得到数据啊 哎 大家能看到 有没有得到数据啊 是不是有有有数据啊 那有数据以后 那接下来干什么呢 啊 接下来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用这个是不是也行啊 当然你也可以用啊 现在我去先用这个啊 那这时候大家看好 我现在用什么 用get 我是不是有个叫做token 我把这个打印出来不就行了吗 能够让吗 那这个地方打印的话 我们怎么去打印呢 因为我要求他返回到什么接散啊 所以说我们这时候干嘛呀 OK啊 我这时候干嘛呀 来刷新一下啊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来刷新一次 然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一点 首先连排是不是没有问题啊 那这时候大家看好 我有没有得到数据呢 是不是有得到数据啊 只不过这个数据是什么数据呢 我们叫原数据 就是其实我们的pose的提交 不是这种提交吗 那这个提交呢 你看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个token值 完了以后我们是不是就要做啊 是不是就得到这个值啊 这个值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 这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优雅的风格线 然后我们是不是知道 这个地方叫token 然后他AA啊 然后又是一个优雅的风格线 然后呢 我们知道这个名字是不是这个 然后得到BB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prc 我们是不是得到的地址 最好呢 这叫做什么呢 我们叫做pose的元数据吧 能够呢 这叫pose的元数据 但是我发现 我现在用pose的这种元数据呢 得到的数据啊 他是把元反回来了 就把元反回来了吗 那接下来我们说 我们用什么呢 用jason 我就告诉了 我这个给你的请求图 他这个jason 那就是说不来了 这个feature是不是给我们进行了一次包装啊 明白了吧 那包装出来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来看一下 我 然后然后呢 我们在这地方来 用1 其实刚才那个数据 你们如果说 做过loadjans 写过web服务器的话 其实是应该能看到我的 啊 http 如果说你们在没有使用 叫做 叫loadjans 在没有使用第三方框架 去搭建web服务器 做文件上传的时候 就会看到 刚才我看到那个东西 然后咱们怎么去解决 得到这个数据呢 我们之前在loadjans当中 我们会写正在位拉圣 然后用优雅的分割线 去分割去获取这个数据 明白了吗 这个没关系 这你不用写了 没关系 这个地方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看 这个地方 我刷新了吗 没关系 请不要说优雅不优雅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来看好 这个地方是不是 还是这个信息吧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封不带着怎么写错了 对 这封不带着怎么就写错了呢 你们这整整把我都整整一个懵逼了 这这个干嘛呀 跳着 我为什么说没有写错 因为我的数据 确确实实的是在了 我这数据确实实存在了 是传过去的 明白吗 只不过现在是什么情况 现在的问题就出在了什么东西 我现在是不是小影图信心 两个不对印的 明白了啊 不是说你这个地方没有得到 老师你这个地方什么时间得到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要这样去答应了 我们这样去答应 OK啊 然后我等于个0啊 OK啊 然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来 我来个下滑星投影 我等于个什么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来干嘛呀 来一个叫做下滑星投影 我来获取单个的啊 我们不获取所有的 我获取单个的 这不就可以了吗 OK啊 那获取单个以后呢 接下来干什么 咱们发现一下啊 首先我们在这个地方来 一一啊 没有问题 点答一下 首先啊 OK 那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来 大家看好 我这个地方是有了 但是这个地方能不能混去到纸 是吧 混去不到纸啊 混去不到纸的话 我们换一种方案 没关系啊 这个东西 这是我们干嘛呀 在这个地方来叫 PAP杠什么 input OK 我用这种形式来给大家来试试啊 OK啊 那这时候我们再来啊 刷新一下啊 这个地方的话 我 OK啊 这时候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首先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 那这时候呢 我们得到的 是不是还是一个这么 怎么把元素据得到了 那元素据得到以后呢 接下来干什么 我们还是不加这个啊 在过去的数据有没有传过去啊 大家来看啊 现在我在这个地方的数据肯定是传过去的 大家能看到 在这个地方来是不是肯定能看到数据啊 但是干嘛呀 我现在好像是没有成功 我现在好像是没有成功 这没有成功啊 那没有成功的话 我们再来找一个什么 我们把这个图信息加上去看一下 这不就是文件上的那个图吗 总的这个玩意儿 我们就加一个不就得了吗 那接下来干什么呀 怎么了 OK啊 现在就是什么问题 我告诉你啊 现在我们的数据肯定是转过去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东西 这个数据整过去了 但是什么 这时候他得到的还是一个什么 还是一个原数据 听话了 数据是不是还传过去了 传过去了 我们得到了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所谓的一个叫做原数据 那么原数据就原数据 我们这是干嘛呀 input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 talking OK我现在干嘛 来打印一下啊 这时候我们刷新一下啊 刷新完了以后 接下来看什么 我的AA 啊 这没关系 我们现在不是在这地方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这时候我们发现干嘛呀 嗯 等一下啊 首先这个数据 哎呦 知道问题在哪了吗 这个不对吧 这地点对不对 别乱急 我刚刚把信号干嘛呀 来 咱们干嘛呀 咱们刚才在那里 看半天 搞半天干嘛呀 把自己干嘛呀 看好 PIP 阿迪森什么 麦 阿迪森什么 肉的 你死 饭的 SD啊 然后呢 我们写个 阿迪哥 那这时候呢 大家来看啊 我们 我们的更新 更新的地址 是不是 铺的 对的吧 我刚才讲 咱们来对一下 别人妈地址 算错了 首先 咱们在这个地方 来对一下 我们修改 肯定是这个吧 我们的三千是 阿迪森 阿迪高 然后我传的是三少 OK 没毛病吧 没毛病 那就 那就是对的 然后 铺的 然后 这时候 是不是 这个 然后 我们在这个地方 好像也没有 加任何的东西 然后呢 我这个地方 是用 Found data Found data 我这个地方 是不是加了图信息 加了图信息 大家看好 加了图信息的话 第一 我们现在有个东西 就是我的数据 现在确确实实的 干嘛呀 是不是传过去了 我的数据 现在是确确实实的 传过去了 也就是说 我在这个地方 写法 有没有问题 跳着 是一点问题没有 那接下来 我们不写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 我现在把这一行处 试掉 然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写 不管是用哪一种方案 大家看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看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 那这时候 我在点击这里的时候 大家看好 首先 你看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已经有数据了 就证明了 我的数据 肯定是干嘛呀 是已经很轻松的 就已经发过去了 那现在的问题 在哪来 现在是我们的问题 在哪来 就是在我们的服务器端 也就是说 在这个端干嘛呀 我们发现 我们接受不到数据 是不是 现在的问题 是不是就在这个地方了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我在这个地方来 干嘛呀 想获取到数据 但是干嘛呀 很可惜啊 大家看 我刷新一下 我这个地方是不行啊 写完以后呢 我这地方一点添加 这是冰 这是怎么 出现了500存货的 写个号不好意思了 写个号 那这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往来 再刷新一下啊 那这时候呢 我也点它 OK 那这时候我们发现 是不是这个东西 得不到数据啊 OK 那这时候得不到数据的 我们这时候干嘛 就发现我们用API 是不是不好使啊 那这时候我们用什么呢 用 它原生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叫 get contents 我们用PAP是吧 input OK 我这时候干嘛呀 再次来干嘛呀 我一点 那这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 我用PAP原生的这个东西 能不能得到这个数据 是不是能得到 OK 那这时候得到 肯定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 是不是一个jason 是吧 所以说我这时候干嘛呀 我给他转一下 我告诉他 你过来的话 是一个什么 application 是吧 是不是jason OK啊 我让他干嘛呀 是jason的鞋转过来 那jason的鞋转过来 那这时候跳着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走 我这个地方 是不是 还是得到的是语言 那个bully的用jason 转一下 你说这个地方转的话 我知道啊 这个地方的转的话 第二个 我现在用另外一种方案来一下 我先用另外一种方案啊 这个地方的话不存在的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用这个 from data 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能传过去的啊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当出了什么一个问题啊 早知道干嘛呀 第二个我这个地方什么进行的 叫jason这个地方转了一下 大家能看到吗 我先用这种形式 我看一下能不能传过去啊 能不能传过去 哪一个 不是我这个地方 z4点 z4点info啊 没有问题啊 z4点info嘛 z4点info z4点info 然后form data form data 等于他 ok啊 是没有是吗 这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 不用他啊 不用他 我先让他发送一个请求 大家看好 我不在这个地方打印 我先让他发送一个请求 那这个请求是不是就是form data form data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来得到他 这时候干嘛呀 ok啊 那这时候干嘛呀 咱们走你一下啊 接线 我没有写接线 不就这个接线吗 这个接线 哦 不好意思啊 写错了啊 这就好了 我把接线转转转转 就这么个情况 然后这时候我也点 大家来看啊 我这时候有没有得到 能看到吗 看到吗 我是不是得到了 那当然这个得到了 我们就不要用这个了 我们用哪一个呢 这个地方的话 request的 我们用什么 用get ok啊 咱们干嘛呀 把这个地方打印一下啊 校长 我这个地方呢 用这种 就是我用我一开始那种形式呢 就不用form data呢 这个地方大家来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得到了 能看到吗 那我们看哪里 看这里 我们看这里 是不是看这里 你看 是不是就有啊 那这时候来 我们在这地方来 大家看好 我在这地方写 一 是不是一啊 这时候我也点 我们这时候再 有没有得到 是不是得到了 那现在的问题 那现在的问题在哪 现在的问题 我是不是想用form data呀 那叫着我form data的话 肯定是干嘛呀 肯定是没有用错啊 这个地方呢 它允许的是 arrow啊什么 buff啊这些东西 我们用form data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明白吗 就是body啊 我们用form data 是不是也没有问题 现在的问题的在哪呢 我啊 我在这儿的 那个问题在哪 问题就可能在于我们的马牙 那个船的时候 没有船规范 明白吗 那这时候我在 就是投信息 插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地方干嘛呀 我们是不是已经把它 试制成这个东西了 就form data提供一个建制队 我们可以获取它 然后什么sender 我现在刚才是不是已经把这个图约 试制成这个东西了 但是试制成这个东西以后 我们发现了干嘛呀 它好像也没有给我整过去 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干嘛呀 也是很什么 很奇怪的意思 这个地方是不是form data 我是不是用了form data 这个地方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接下来干什么呀 接下来我还是用一下form data 用form data 那这时候呢 大家看好 我这个地方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明白吧 这种写法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写起来 我在这个地方干嘛呀 接下来我怎么在这个地方 这样去写啊 那这样去写呢 我们今天干嘛呀 我们把这个message 这些东西干嘛呀 删掉 OK 是不是保留了很干净的一个东西啊 那接下来干什么呀 我把这个也删掉啊 就是所有的东西我都现在不要 那这时候呢 我们还是干嘛呀 还是用form data啊 就得说我是不是很干净了 那这时候我们发现干嘛呀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地方做十点啊 这时候我们就要form data啊 就要form data 用那种形象 我们肯定是能证过去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现在肯定是能看到 这个地方肯定是已经有了 是吧 这个地方是不是肯定已经有了 那接下来它的问题 诶 这个地方怎么 response啊 还是个接 反复的是个接 对 嗯 OK 我在这个地方来追加一个啊 追加一个append 我来一个什么 AA 得有个BB 啊 调查得有BB 那这时候呢 我追加了一个 追加完了以后 我在这个地方来 咱们干嘛呀 首先你看啊 我这个地方AA和BB 有没有追加进来 是不是追加进来了 那现在我们 现在的问题在哪 哪一种形式呢 我们还是用这种形式 那这时候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看啊 还是用我们 第一种形式 由老师一开始 说的那种形式啊 那这时候来 我们用这种形式来点赞一下 这时候我们发现200 然后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数据啊 OK啊 我们先用这种形式 然后form data的话 这个地方干嘛呀 我们 我后面再来 把它解决一下啊 咱们post的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发现 put是不是就出问题了 那post出问题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 当然我们有 其他的方案来解决 我们用这种方案 是不是也能解决啊 但是我现在就要 如果说想form的话 咱们先放一放啊 先放一放啊 那接下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干嘛呀 我们是不是就成功了 成功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干什么事情 什么来他一下 接四 得有个什么 IT 什么 什么 当然这个地方我少写了一个 什么 什么 那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干嘛 consult 什么 我们说 OK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也写完 写完整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来找 是不是找到这个地方啊 找到这个地方 大家更上我那个节奏啊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得到一个叫 put data 我们在得到这个put data 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找到 我们是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去掉哪些呢 这个地方要不要 那我们把不要的什么都要去掉 还有哪一个呢 还有我们看一下 还有哪些不要的啊 更新时间肯定是不要的 修改时间呢 也是不要的 修改修改 是不是修改时间也是不要啊 然后呢 还有两个时间不要呢 还有删除的时间 我们是不是也不要 吃大的干嘛呀 还有ID我们也可以不要 ID也可以不要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 学习完了 学完以后 然后呢 我们按理考 下面有个叫做 up data 然后呢 把put data 往这一放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成功 成功以后干嘛呀 token它在投信息里面 它不在这 token我们是不是通过投啊 大家看到吗 是不是通过投啊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 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成功啊 成功以后 然后呢 我给它返回一个什么东西 的URL 那它的URL等于哪呢 Rode 我们等于admin 点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到手里去了 真的跟上吗 那这样来干什么呀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 我们也不用打印了 我们直接干嘛呀 location.hrf 啊 location.hrf啊 然后点上一个什么东西呢 不是点 等于一个什么的 json.url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成功啊 可以吧 然后呢 这是我呢 带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 大马 写一个 一 有没有变 然后呢 这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写一下啊 然后呢 我们再点一下 呃 然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再回来一下 然后我们这时候发现了有没有问题 大家来看好 哎 挺好啊 问题来了啊 你好 世界 大家看好 我是不是变了 啊不是 是不是写完了 我这时候一点 哎 不是 我们再回来一下 这个地方有没有变 是不是没有变 第二张 为什么没有变 啊 为什么没有变 我们就要看真理 真理的话 这是不是设置啊 是不是设置啊 那你这时候提交的时候 你知道干什么 你是不是 是不是 这是点什么 这时候就知道 他把整成员属性的 都当 那个好处了吧 这是点info 点body 是不是就应该 点阅他里面的什么 内容啊 当然这里面的内容 应该换成什么 给他呀 是不是给他 那这是什么 获取什么 内容啊 是不是获取内容 然后这时候 我们再次来干嘛呀 你好 好 那这时候 我们点他一下 这时候呢 我们再回来一下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变 是不是就变了 挺好的 这就是复文本 在我们 那个 叫做什么 VUE当中的人 用法吧 你们发现还挺个言人的 是不是挺个言人的 但是这个东西 我告诉大家 你就这么个言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实现 数据的双向绑定 所以说我们只能自己 手动绑定 对不对 你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给他设置了 在哪呀 在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给冰激器设置了 那么你在获取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给冰激器 去获取一次 明白 或者你应该怎么去绑定的 或者你在找到我们 UEedit这个冰激器 他有没有键盘录入时间 如果说有键盘录入时间的话 你可以在键盘录入时间的时候 给他不停的干嘛呀 获取然后把这个给了 是不是也行啊 但是你觉得那键盘高不高 所以说不如说你什么时候点 我什么时候获取 是不是键盘是最高的 明白吗 你键盘录入时间 你感觉到是挺好的 啪啪啪啪啪啪 这是干嘛 就当一个打色特别快的这玩意儿 你的浏览器一会儿就 是吧 我崩溃了 是吧 咱们有的时候 在电脑比较卡的时候 打根据盘器 是不是就发现 我崩溃了 是不是这样的 OK啊 那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什么 讲的一个 那这一块呢 因为我们尝试了很多新的东西 所以说干嘛呀 在这个地方啊 不停的干嘛呀 有很多的坑 是不是啊 我们是不是一点点的去烫了一下 但是还留了一个坑 哪一个坑 就封data 我们传铺的 这个呢 你放心 我们肯定要把它解决掉 好了